这个额造法其实 这个诱托整合讲了十几年 那么这个额造法终于有一个讨论的空间 那么我记得在上一届的时候 这个额造法你在这个程序委员会 被李清安委员挡住 连程序委员都不能过 后来呢终于技术性的杯葛够了以后 就进到这个委员会 可是那时候已经会起要 整个届期都结束 以至于我们没有时间去讨论这个东西 那当然今天我们很高兴 就是有这样一个公厅会 那么针对于这个额造法的 这个要怎么样来立法 那我想这个是一个非常正面的 那这里我要强调一点 就是说这个这个诱托整合 不但是过去的执政党 跟现在的执政党都是支持的 那又托整合以后呢 立了这样的一个法来做一个 落实又托整合 基本上是希望能够好好的来照顾 我们的儿童 也就是说在整个立法的精神里面 我们是以照顾儿童为主体的 那在这个照顾儿童为主体之下 我们怎么兼顾我们业者的立场 跟他们的这个生存 我想这个也是大家要去思考的 那但是呢就是说 重点还是儿童要如何来照顾 如果我们要怎么样来教育他 来照顾他 那刚刚也谈到这样一个少子化的一个社会 那么为什么女人不生小孩了 为什么家庭不要小孩子了 那当然就是说跟整个经济状况有关 其中最大的原因还是在于就是说 养育孩子的这个费用太高 另外一个就是说 我们的这个品质 是他们来焦虑的一个部分 以至于他们就不愿意 生或者是不愿意太早生 或是不愿意生多过一两个 那所以今天我们在谈这个 儿童的这个儿照法的时候 除了说儿童以儿童为主体的这个思考以外 其实在这个在少子化的这个意义上 其实也有他非常正面的一个方向 那在这个法里面 其实我觉得业者不必那么担心 因为这个法它主要就是在落实一个幼托整合 然后怎么样让我们的孩子 在现在这样一个状况之下 能够得到一个多元的照顾 那这个照顾当然就是说 我们有可能是一些非盈利事业的一些幼托 那有一些一定还有一些这个失利的一个幼托 那这个是双轨在并行的 那因为我们的这个家庭 可能有一些比较弱势的家庭 或是一般的家庭 他没有办法去负担比较昂贵的这个脱保的这个费用 以至于我们由政府来给这个委托这个民间机构 或者说政府自己来办 这样一个比较平价的 那么品质也可净性比较高的 那品质也可以的这样的一个托育的一个服务 我想这个应该是站在一个 这个全国的人民有各种不一样的一个状况 那这个政府要提供这样的一个服务 是政府的责任 那另外就是说 对于我们这个民间质疑 就是说这个有些业者 他的这个在托育的部分 那可能他们质疑的品质的部分 我觉得政府也应该要尽 尽他的这个力量来辅导我们这些 合法立案的一些幼托机构 让他们能够让我们的人民 就是说民众能够来安心的 然后能够很信任的 没有对这些业者没有质疑的来使用 那另外就是说 这个不管是国内或这个国外 很多相关的研究都显示就说我们要有比较好的教保品质的提升 那么关键 很关键的就是我们的教保人员 那在根据这个96年的这个劳委会 那么针对着全国50家幼托员的这个劳动条件 就是教保人员的劳动条件来做一个抽查的时候 我们发现他这个50家都是96年平建 幽等的这个私立托儿所跟大型的这个幼稚园 结果抽查的结果呢 高达三分之二的援所不及格 也就是说我们的教保人员在这些品质 所谓评鉴良好的这个幼稚园或托儿所里面呢 他们的待遇是很不好的 他们的工作条件是不良的 那这样的一个状况 我们怎么能够维持一个稳定的优秀的这个教保人员 所以这个法去规定合理的私生比例 还有基层教保人员的支持体系 以利于建构教保人员家长和工作者三营的这样的一个体系 我觉得是非常的重要 那基层上的理由啊 我想这个法通过基本上并不是在排斥一个私立的 这个又托儿的这个机构的存在 更不更重要的是说 我们能够希望大家都能够有一个好的一个脱教的这个品质 另外就是说对于我们的教保人员也有相当的一个保障 所以刚才我们的政委员也提过 就是说因为政府组织法马上就是要去更动 那么那个下一个明年或后年我们在这个幼或者是儿童或者是幼儿之间的这个权责的这个部分的这个调整 如果我们这个法不赶快通过的时候我想 未来我们这个这个部门的这个职权的这个分配可能又要产生一些困扰 所以在这里面我希望就是说大家能够支持啊支持这样的一个法案的通过 那我想我们希望就是说即使里面有什么 比较不利于就是说业者的一些文字或者是说写法 如果说能够大家再来理性的在这个委员会里面来讨论 我想这个才是一个双赢的一个状况 那但是呢我其实也蛮忧心的就是我就听到一些消息说 我们的这个主管的部门啊 就是说因为这个有七个版本啊很就是说意见很多 然后等等的那么说似乎要放弃这个儿造法 只要去做这个幼儿园法 那我希望啊这个我们的主管机关啊 要这个从善如流啦 就是说诱托整合啊也是马总统的这个政见啊 有些司马总统的政见啊 希望大家能够呃来支持啊 落实这样一个呃整合的一个法案 谢谢